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立场悲剧 牵动着世人的心弦 年仅18岁的跨星别女性 诺亚米利亚沃亚基 在一连串审内的失踪日后 终于在2023年7月6日 遭遇了命运的无情斩断 人们在市中心举办的祈祷仪式上 满怀哀悼之情缅怀他 然而仪式的陈来磊落 他的纪念物已被古情扔入垃圾桶 这是对人性的无视 也是对生命尊严的践踏 赵亚米利亚沃亚基 这位塞尔维亚的TikTok红人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视频里 面对着一封将他称作怪物的信件 他的回应充满了坚定与勇敢 却不知那是他最后的声音 警方很快逮捕了一名自称是凶手的嫌疑人 社区因他的残忍行为而陷入愤怒之中 然而背后更深层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这什么导致了诺亚米利亚沃亚基的悲惨下场 我们将倒回时间的轮盘 追溯诺亚米利亚的根源 他生于塞尔维亚科维奇的一个小镇 同年在诺维萨德市的一个郊区 定居点中渐行渐远 美中不同的他 从未对足球或是新潮运动鞋存有一丝兴趣 也不曾沉迷于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 诺亚的梦想是化身为美丽的公主 而这个梦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愈发明晰 幸运的是 诺亚在迈向自我认同的旅途上 并未孤身一人 但维亚对于变性提供的免费治疗 成为了他转变的助力 在父母特别是母亲的支持下 诺亚开始了荷尔蒙治疗 并参加了变性项目 他的变化是显著的 并最终采用了诺亚米利亚沃亚基这个名字 他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各交媒体成为了诺亚米利亚 展示自我的舞台 在抖音上 他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星 与粉丝们分享生活点滴 但当他不承认世界 离开了熟悉的小镇 搬到了贝尔格莱德 那里的生活更加充满变数 女密由玛丽亚共享的那间公寓 见证了他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 他梦寐以求的爱情 他通过约会应用 探寻了那个理想中的他 他在某款流行的迂回应用中 遇到了一位似乎注定与他携手的男子 他的对话如同两颗心的膨胀 彼此的生活逐渐交织在一起 这个男子对诺亚的身份了如指掌 却依旧选择了接纳与理解 让诺亚心动不已 随后 这位男子邀请诺亚到一家年轻人 频繁光过的咖啡馆见面 这次会面让他们俩激动不已 诺亚激动地表示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时刻 在那家咖啡馆 诺亚遇到了名媒阿刚诺赫的男子 一个拥有自己软件公司的成功人士 比诺亚大14岁已是32岁的成熟男性 他深深打动了诺亚 他甚至与密友玛利亚分享 他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 他们的恋情迅速生闷 诺亚幸福地憧憬着未来 可能与他同意的生活 然而当诺亚将这段关系 告知父母时 却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他们直觉认为 阿刚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 可能会对女性施暴 诺亚的母亲甚至直言 这个男人看上去心里有问题 或许父母的直觉 有其不可忽视的预见性 灵管父母的担忧 未能撼动诺亚对阿刚的感情 他甚至开始因为爱情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西安到银酒 他的朋友们开始注意到 他的异常行为 甚至怀疑他可能沾染了毒品 而这一切很有可能 是在阿刚的影响下发生的 阿刚似乎在操控着他 这图完全掌控他的意志 在后来的时光里 诺亚遭受了来自阿刚的身体 与精神上的双重摧残 即便他需要依靠拐杖 也丝毫没有减入他施暴的冲动 打架和争执成为了 他们关系中的常态 而且阿刚对诺亚的监控行为 以及他对诺亚社交媒体 活动的不满 成为了他们最终分手的导火损 诺亚决定结束这段 独留班的关系 他的父母的预言 成了残酷的现实 2023年6月17日的夜晚 诺亚原本计划 与室友玛利亚 一起前往一家彩虹族群俱乐部 彩虹族群是什么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想知道的可以去百度一下 然而经过一夜的痛哭 他改变了计划 决定去见钱男友 并取回自己的私人物品 但离开之前 他打给母亲的最后一通电话 透露的计划 但是母女之间最后的对话 尽管诺亚有摆脱这段关系的决心 但她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母亲明白女儿所受的一切 试图劝阻 但诺亚一条简短的信息过来 就足以让她立刻出发 母亲带着泪水恳求 但诺亚依然不为所动 正是诺亚这一鲁莽决定 引发了不可预知的后果 那个夜晚 诺亚踏入了阿刚的主所 自此之后 便阴心全无 她的消失 引发了不祥的预兆 是由玛利亚向警察报告了失踪 她甚至亲自前往11号卡罗尔 扎尔街 询问诺亚的下落 但得到的只是静默无声 警方对阿刚进行了彻查 但她坚称那天诺亚未曾来过 警方的告别并未带来信任 真相仍待揭晓 警方询问了邻居 一位邻居透露 确实有一位粉红色头发的女孩来过 但随后的争吵声戛然而止 女孩的身影也不复出现 警方获取了这些线索 对阿刚的监控紧接着加强 持续了20天之久 他们开始全方位的侦查 越市场摊贩透露 阿刚几乎每天都要购买少量硫酸 每次大约3到4伤 警方迅速跟踪这条线索 并深入阿刚的公寓进行搜查 寻找与失踪案相关的任何物品 当搜查到浴室 警方目睹了一幕 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持生塑料容器排列整齐 一个容器中隐约可见人头的轮廓 容器被打开后 警方发现里面装有被切割 浸泡在酸液中的人体部位 场面令人难以执行 被一只大黑色垃圾袋中 发现了剩余的头骨 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冰箱内藏着一片带有蝴蝶纹身的皮肤 但是诺亚的象征性纹身 遗体样本经过科学样本分析后 无可辨鞭驳的确认 受害者正是诺亚米利亚莫雅基 对后来的调查所知 那晚诺亚进入阿刚的家中 试图取回自己的个人物品 随后发生了争吵 在愤怒冲动下 阿刚用拐杖殴打了诺亚 诺亚倒地后 阿刚用长电烂绕在她的脖梗上 微紧直至她停止呼吸 当意识到诺亚已经无法呼吸时 阿刚走进厨房 拿出一把大型切肉刀 和另一把蜂蜜的道具 开始切割身体 之后她将所有的身体部分 装入所有可用的塑料笼器中 阿刚知道垃圾场的废弃物 不会直接送往分化炉 而是先经过回收队伍处理 因此她选择了使用硫酸来处理尸体 除了头部外的部分 逐渐在酸液中溶解 最终这些液体被冲洗下水道 或倒入厕所 她还特意保留了一块 带有蝴蝶纹身的皮肤 作为自己的战利片 至于为何要这么做 只有阿刚自己清楚 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 这都是极为恶劣的刑件 在用硫酸处理完女孩的其余部分后 阿刚将胸器丢弃到了萨瓦盒中 被逮捕后 阿刚被带到警局接受了48小时的拘留 出乎意料的是 她没有选择保持沉默自保 而是坦白了所有事情的经过 在候审期间 她接受了心理法医的评估 以判定其精神状态 在城市中心 人们举行了祈祷和守夜活动 纪念诺亚的一生 然而仪式结束后不久 纪念物被人亵渎丢弃在垃圾中 诺亚的一位跨性别朋友在接受媒体 匿名采访时气不成声 自诺亚的身份被揭露以来 她就尝了针对跨性别者仇恨攻击的目标 她不应受到这些待遇 她那些人撕毁了旗帜 毁坏了纪念的花朵 剔翻了纪念蜡烛 但那段时间 反彩虹族群的示威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多地展开 持续了一周知景 面对此情此景塞尔维亚总统建议取消游行以避免潜在的暴力风险 案件之间还在等待审判中 但我相信在如此多的证据下 凶手应该至少都是无期徒刑 虽然诺亚米亚沃亚基是一个跨性别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变性人 但我觉得只要不妨碍他人 他也是应该得到该有的尊重的 不至于连死后都受到如此的对待 感谢观看